今集的高清解密 我們嘗試一下不會做一個小時的節目 因為一個小時好像大家太長了 可能鬆散一點 而且大家坐車的時候 聽的時候也聽不到尾 是呀會呀 沒有那麼多時間 現在很忙 嘗試縮短會不會大家反應好一點 有什麼感覺點可以在我們的群組說 或者在YouTube的影片下留言給我們 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也可以 其實上集我們一直都在說古文明的事 但今集呢 我們先停止這個題目 今集會說 因為我們在錄音之前一起看了一部電影 今集會說一下 懷疑這部電影 會說一下那部電影 又會說一下那個類別的題目 不過說之前呢 就說一單小小的新聞 就說一單呢 就在5月20日呢 就有一篇新聞呢 就關於 在這個銀行裡發現了太陽的孖生哥哥 是 那就是說 就說 在這個銀行裡面 發現了一顆 就跟太陽的一個 就是那些 那些 組成啊 那些 摩托喬啊 或者是它的品質 或者它的化學成分 都是 簡直是一模一樣的一個星體 那就是 那個名字呢 就叫做 Folo S-O-L-1 那 就說 它就會 它的性質類似 也都是 有可能 就會是 太陽明天 有些人 有些人就覺得它是 對 因為它是說 它就比 這個地球 其實它是大一點的 但是大約 20億歲 這個數字好像很大 但是其實對銀行來說 這個 很少 對 還有就 有研究人員 就發現了 它就是 是 當這個 呃 呃 他們就有研究 就說過了20億年 當太陽 就去到 現在 這顆 一顆星的年紀的時候 例如 這顆星的年紀的時候 太陽的輻射就會上升 就令到地球表面 就過熱 嗯 所以它就 現在呢 就會用 就觀察這顆星 就可以預計 太陽 去到這個 年紀的時候 會怎樣 就是一個研究 就發現了 這個 孖生哥哥的 的 對 它那顆星其實 其實有名 有個名 然後它也會 在這個位置上 就在這個 銀行系的 麒麟座 不知道是哪裡 是你 我都不知道 或者有另外一個稱 是獨角獸座 不知道 我懷疑是什麼 月亮星座 或者是那些 不知道是什麼星 那些位置 因為廣東資料不太多 不過那天呢 剛好開電腦 看到一些 的時新聞 看到的 挺有趣 拿來講一下 好 那今天的主題呢 其實是圍繞 我們剛剛 跟阿雲海看完的一齣戲 因為阿雲海 幫電影公司 有一些宣傳片 同時也有些票可以請粉絲 他們去看 我們剛剛看完 剛剛看完 那就是這個 康舟 驅魔十六 2 1 其實我也有看過 不過呢 就 不太記得了 結局也記得 你剛才提到我有些屍體 我也記得 我找回上網 看一些電影的劇照 都記得 但是我記得上一集 我也是覺得一般 不過我又覺得上一集 比今集 即是印象中 嗯 上一集其實是09年上的 也是一個以真人真事改編的 今集其實也是 但上一集其實很收得 上一集差不多全球大約收六億的票房 都OK 我覺得比較有趣 是剛才我們看的那個片 最有趣的是 最後 他真的會 很快穿著 不是 他最後真的會 展示真人的相片出來 就是告訴你 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很多時候看電影 你會覺得這麼誇張 是不是真的 好像露作一樣 那件事是真的 突然間會覺得好看很多 不是真的吹水 覺得原來真的有件事 還有找得回那些人 不是以我傳我 很多鬼故 就是誰是誰的朋友 通常是不知道 朋友是誰的朋友 不算你跟我說 現在跟我說 驅魔人 那個小女是真的 我也很想知道 他究竟這件事 找得回那個人 雖然 雖然 原來真實的事件 其實不是女生 是男生 不是女生 證實是一個男生 是有發生過這件事 對 如果你現在找得回那個主角 我覺得整件事是完全不同的 現在你跟我說那件事 是男生 我都覺得電影有些改編 有點離譜 哈哈哈哈 其實 完全不同了 說真的 還有當年那件真實 其實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虛魔人可以把整張床升到半空 或者整個小孩的頭靈轉360度 是沒有這些那麼誇張 是有類似頭靈 不過不會360度 沒有那麼多 床可能有升少少 就是震 但沒有靈胸半空 沒有那麼誇張 還有她有一部分 說是驅魔人 驅魔人有一部分 是那個女生 不知道是很大力 還是什麼 好像有那部分 還是她 總之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 但事實上沒有那麼多 而且她走下來 有一個拱橋 整隻蚊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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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 那一部分 是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就是她走下樓 是她用那個動作 是她走下樓 是她走下樓 事實上是真的 這件事 只是手腳 奇異地屈曲 但她沒有那麼誇張 總之 不是像一隻蜘蛛一樣 爬下來 不是 軟骨 好像軟了 還有一些聲效 電影有些聲效 爬下來 好像很恐怖 其實是挺恐怖的 看驅魔人的時候 我是很害怕 我覺得驅魔人 又不是十分恐怖 可能她因為整套戲 都集中在女生的特異功能 整套金牆 一直轟炸你 我覺得不是很恐怖 可能我看的時候比較小 如果整套片 不止有一兩個位驚客 有被你喘息空間 不是狂給一些噁心的場面 反而我還覺得是恐怖 如果整套戲 好像驅魔人一樣 都是集中 一百二十分鐘 都是拍攝那個女生 有什麼奇妙怪狀 有什麼特異功能 我覺得是噁心的 也很恐怖 對 其實就 其實那部電影 再說回那部電影 其實你又覺得好像沒有 怎樣 看完之後 你的感覺是怎樣 看完之後 我覺得 第二集 現在正在說 快要上畫 五月三十部 三十部 我又覺得沒有第一集那麼好看 不過剛才跟雲凱 都有聊聊聊 聊聊這部電影 雲凱就說覺得OK 因為她說比較貼近真事 沒有上一集 這樣誇張了 類似驅魔人那些誇張了 這一套 Sumi就說沒有那麼害怕 不過呢 就 接近現實 真的嗎 我覺得 她不好看的地方 不是因為她不害怕 是因為她 拍得不夠好 反而覺得是 你又覺得這樣 我反而覺得她 這樣吧 我看完我的感覺 其實 說真的 很害怕 我回答你 真的不是一件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她像一個劇情片 多於恐怖片 其實她恐怖的位置 都是比較老套 對 其實 黑位 我覺得 這部電影 我可以說 其實 是 音效很多 多到有些地步 好像是尖叫 突然間靜靜幾秒 突然間 突然間 很大聲 很多這個 是多到有些地步 我覺得 但是 可能會有人覺得悶 因為她 電影的前頭 很多前奏 很多前奏 她鋪了很久很久很久 之後才到 前面開始是悶的 後來就好很多 後來你知道這件事發生 就是為什麼會發生 是在做什麼 就好很多 之前就很鬆散 對 前奏 其實前奏 我覺得前奏 其實是在鋪著 家庭 有一個 類似我們中國的 陰陽眼 因為通常 一套戲 好不好看 其實最重要是 頭10至20分鐘 你要交代所有 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 過了10至20分鐘 你要開始入戲 但她是 頭10分鐘 還在鋪著 頭半個小時 還在鋪著這件事 對 還在鋪著 所以會令人覺得 不夠投入 這樣 其實我覺得 這樣有這樣的好處 她鋪著 不算鋪著 很悶的 如果喜歡看劇情片的人 平時看片 都很喜歡看 不是為了一些動作 特技 其實她是一個 我覺得這集 比之前那集 就著重劇情 多些 我覺得 著重情感 因為 說真的 我真的不太覺得 她是一個恐怖片 因為其實 恐怖片要有的 音效元素 但我覺得她多了 比恐怖片多了 一些情感 她著重了那種 情感的感覺 因為 她是那個小女孩 跟那隻 即我們叫鬼 她有個名字 叫什麼 Gordy Gordy 這個叫 她有中文譯名 好像叫做 叫做 格地先生 Mr.Gordy 那個女孩跟 他這位 跟格地先生溝通的時候 好像著重了 心靈上的交流 多過 多過 嚇你 不過後面 是 緊湊一點的節奏 其實後面都可以 其實這套戲 好像都是 驅魔 還有沒有驅魔的成分 對 名字是驅魔 十六大 但真的不是很驅魔 有點困難 其實第一集 和第二集 雖然叫驅魔 是有神父 第一集 是我印象中 雖然我都不太記得 我印象中 驅魔成分 是多一點點的印象中 好像有個牧師 還是什麼 在跟他通力 都有 但今集 印象中 是這樣 我好像記得有 因為我看劇照 好像是有的 但今集其實也有個牧師出現 但牧師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其實第一集也沒有什麼作用 其實兩集都是驅魔失敗 其實兩集都是 但起碼第一集的牧師 好像出場多一點點 印象中 那倒是 好像記得多一點點 但今集的牧師其實 角色上 牧師是出場 有驅魔情節 但很快 很快 很短 幾分鐘 幾分鐘就短 對 那個儀式是幾分鐘 和一些 一兩分鐘就短 還有那個儀式沒有特別的 就是唸完 拜拜 他好像都是唸禱 對 沒有告訴你 行不行 唸完之後拜拜 就是阿門 就完了 但有一點很有趣 就是 他在做儀式的時候 除了他一家人 那三個之外 還有一個 他太太的妹 就是主角的媽媽 媽媽的妹 是現場的 對 妹妹叫Sally 叫Joyce 應該是叫Sally 好像叫Joyce 對 叫Joyce 那個女主角才叫Sally 不是 主角叫Lise 其實很複雜 很多名字 對 其實他就 不知道為什麼 在驅魔那段時間 他插了一段 是他 在過程中 和附近的靈體 有些溝通還是什麼 其實是 在驅魔的途中 Joyce 即是媽媽的妹 就看到 周圍有些異樣 有些靈魂在 對 還有看到一些 場面 其實他這部電影 有些 色調 即是他們那套 顏色 他有兩種顏色 一種是彩色 就是現實中發生的東西 然後他就 用了地 就是他形容 第二個世界的顏色 用啡色 黑色的形容 其實也挺特別的 不過說一下驅魔 因為其實這部電影 雖然它沒有什麼驅魔成分 但是 名字叫驅魔16 說一下驅魔 我覺得他應該改過第二個名字 不過第二集很難 因為你第一集已經起了頭 第二集迫著 就要叫那個名字 第二集 其實應該第一集 就不要用驅魔來做重點 就比較好 嗯 其實 講一下驅魔 驅魔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他很神秘 很 很 即是 覺得很神奇 或者是那種 還有唯一接觸驅魔這件事 就是在驅魔人入面 對 沒錯 平常人 很少會有接觸驅魔這件事 到聽這件事都少 就是在驅魔人入面 見過 聽過 對 還有如果 即 說真的驅魔這件事 是在天主教那邊比較多些 好像接觸的都是天主教那邊 但其實是 他不止天主教有的 基督教都有的 不過天主教就比較 有規模少少少 還有他有一天洋人負責這件事 就是驅魔的一個小組 裡面的神父就叫驅魔人 香港其實都有神父負責這件事 但就是這個理量神父 但理量神父就不是驅魔人 只不過是一個統籌的角色 所以其實香港大部份有關驅魔的 一些資訊都是由你兩神父 就是 很多都是給出來 對 負責 就是有驅魔的事義 就是找他 對 還有一些安排等等的東西 安排的儀式等等 都是他的 但他就不是驅魔人 因為其實天主教對於驅魔人 這件事是很有規則 很多規則的關注 因為其實他 首先天主教的驅魔神父 是不可以讓人知道他的驅魔人 他的身份要保密 其實為什麼要保密呢 因為 要保障他的安全 對 其實這是一個原因 還有 另外一個是從心理角度來說 如果當你很厲害 可能驅魔都認識的時候 如果你被其他人知道之後 是不是有很多讚美 很多讚賞的時候 人是不是很容易飄飄然 人飄飄然的時候 有機會令信仰動搖的時候 就會被魔鬼入侵 他們的角度就是 所以就保障神父自己的自身安全 最重要是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其實 天主教有一本 有一本的 叫做驅魔 好像叫做 它有一本 首冊 首冊 對 那本首冊叫做驅魔禮典 其實是一些內部的 關於驅魔時候的事宜 儀式 怎樣去做 也有關 有關 經文 討文等等 其實 說真的 說起驅魔 很多人都會想起 灑聖水 十字架 聖經 摔著你的頭 很多這些儀式 其實 天主教是比較多的 就是多些道具 說真的說 逐少說 就是 好像 它有很多 十字架 然後有聖水等 都有的 但其實他們有一套規則 他們是要 首先 例如 首先有個個案 就是 當他接到有個個案 就懷疑他 是受到靈界上的 朋友騷擾的時候 就是那個 信眾那個 其實他們會做很多 跟他做很多檢查 就是他用科學方法去解釋 到底是否身體上出現問題 還是精神上出現問題 會看很多 就是 會跟他看很多不同的醫生 不論是 身體上做很多檢查 甚至是做精神上的檢查 就是那些 找那個科專業的醫生 醫護人員去幫忙 其實他做完這些 檢查之後再找不到原因 最後一步 才會做這類型的儀式 以及他們做儀式的時候 其實他們 有很多 即他們的規則上 是不止一次做完 他們是 不斷地做 就說 好像這些電影 就說 我命令你什麼 離開 說完之後 就沒事 而他們 這個是 一個誇張戲劇 但真實來說 是要做很多次 以及 是要 不斷地做 可能是 好像做療程 可能是 可能是 一個星期做一次 是不斷地加強那個人的信仰基礎 以用 他們上主的力量去 驅走 靈界的朋友 其實 他們有很多這些 而且 那本 差點說 那本驅魔禮典 其實 有沒有人看過 其實 有 即是有沒有人透露 裡面有什麼 規則 有什麼儀式 他的儀式 其實 之前我看過 李亮神父 他有一本 在他們天主教的期刊裡 其實有分享過 其實他說 一些驅魔儀式 其實都是想 他們離開這些罪惡 希望他們擺脫魔鬼在人裡面的 一些作惡勢力等等 其實他們都是 其實他們都是用一個聖水去 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他們很謹慎 說真的他們裡面有什麼儀式 其實就 其實就 真的 不是說很多人 漏了出來 不是說很多人會知道裡面 因為其實他們 其實本的 驅魔的手冊 其實沒有中譯本 其實只有拉丁文 那些 所以就不是有很多 還有 其實阿里亮神父 其中有一篇 就說說 這個驅魔的一些 一些事情 說了兩個真實的個案 第一個 其實他說 就是一提就提驅魔人 那套戲 是 那套戲 他說 那個父母 不是女生 是一個男生 叫Thomas 就是 他說 但是他就說 當時的情況 其實是 他在他家裡的屋頂 經常發出一些怪聲 然後身上出現了一些 很多紅斑 就懷疑是不是這個邪靈的影響 其實他有找不同的牧師 就是他找了基督教邊的牧師幫忙 而不可以再轉嫁去找天主教的神父幫忙 其實他說了這個問題 是 是他們 就是 他最後也有說到 其實他是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其實他是反覆去做驅魔這個意思 因為他形容到 那位男生 是 情況是 很反覆 就是有一陣子好些 一陣子又 有些奇怪的現象 一陣子又有些好些 其實 證明了這件事 其實他不是濕疹 濕疹 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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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些 有時 濕疹都是 濕不好斷尾 哈哈 Sorry 因為太像 又是有些紅點 又是是好事不好 又斷不到尾 還不是濕疹 就是他這樣形容 那些紅斑 又說他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就說有個 他很著重一點 我不斷提的一點 就是經過一些醫療診斷 確定就不是關於醫療的問題 之後才進行這件事 其實他在訪問裡面 不斷提這件事 但我覺得驅魔 其實怎樣為之 戒定 真的有魔鬼入侵 你的身體 是 很難戒定 其實跟精神分裂 好像有點相似 對 他有一段 其實是說 到底精神病 和鬼上身的分別 嗯 他說驅魔 其實 很多人 就會說 其實他們 就算是帶前提 說這個驅魔的問題 都是確定那個人 是否有精神上的問題 就會 在精神科那邊的角度 找一些專業人士去觀察 面談 在言語之間 到底有沒有這些 症狀會出現 還有 就說 說他會不會有些 有沒有一些奇怪的事情 例如他 有沒有一些 不自控突發性的表現 就是那些 好像驅魔人裡面 很誇張的那些 身體扭曲 突然很大力 到一個程度是 超乎常人 或者是 有沒有一些 那些 奇怪的 例如他不懂得說法文 但是突然之間 按一聲 竟然他 說了一些很奇怪的語言 例如他不懂得說法文 但是說了很多法文 等等的東西 那沒理由 精神病會這樣的 那就是會 這些觀察 找到到底會不會是這個原因 還有 其實我以前 以前曾經聽到的個案 其實就是 發生在基督教方面 那就是 有一位女士 她是 在學校裡面做書記 即是那些 在辦公室幫忙做 那些 學校文件上的書記 其實她在一間 基督教學校 幫忙做事 她本身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但是她的家人 就不相信 拜很多神 請很多神主 那些 叫什麼神牌 拜家的 但是那個女士的媽媽 就經常跟她 求梨 求路 又說 什麼去求車工 什麼神 都求了大餐巾 之後 又 經常收藏符 在那位女生的家 然後她的同事發現她 每逢她讀聖經的時候 但不知道她讀那些 其他字沒事 但不知 逢她讀到有 神字 神字 主字 這些字眼 突然間 說不出 會跳了那個字 然後讀下面那字 就會有很多奇怪 然後發現她越來越孤僻 突然她就 很奇怪 那些事情 當初以為她有什麼 情緒問題 但是發現她 越來越多的情況出現 就是她們 學校本身 駐學校的牧師 看到之後 就 帶她看醫生 但找不到原因之後 就 幫她進行了這個 驅魔的儀式 就發現原來她媽媽是 就是 請了一些不應該請的東西回家 對 但是最後那個女士是 就是 我聽回來 就是我沒有 認識她身邊的人 我聽回來的 其實不是很好 她最後還是不太成功 就是 終身也是很兇 會不會嘗試去 一些西醫的方式 對 最後就是送了她去精神病院 因為 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其實我聽過 有人是這樣 是 是 突然間 就是 好像一覺睡醒 精神有少少問題 是 就是 平時不是這樣的 突然間 就是 又不會 又說不到話 又 就是 總之跟平時不同 很呆滯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樣 但是 都 就是 住院 但是當然不是政府 就是要去私家 因為你政府 一定當你精神有問題 送你去精神病院 去私家看精神科的私家醫生住院 就是跟你打一些鎮定劑 就是 當你的情緒穩定 再睡醒一覺 就是觀察幾天 其實是 可以康復的 就是 我有 認識的 朋友 是這樣的 那 所以 天主教很一直堅持這個 都是 要經過所有的 醫療程序 等等 其實醫生都解釋不到 是為什麼 就是 他只會告訴你 可能 就是 突然間 你精神 好像搭錯線 這樣 嗯 就是 有一些指令在你腦裡 是搭錯線 是 當你穩定下來 就是 吃藥鎮定 就是 給你多些休息 可能 他自己會 痊癒 這樣 都是沒有解釋 都是不會有 藥去治療 不過 就有些藥給你鎮定 你自己 是 對 所以 其實 這些儀式 開頭的時候 都是會用 都是會做了這方面的 醫療上的事情 就是 試一下 是可不可以幫到手 之後 這個驅魔是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 好像 什麼遊戲的必殺技 最後 沒有辦法 最後才會考慮到這個問題 不過 是不是 真的有 對 這個就是一個 到底你信不信 亦都 我也有保留 其實 呃 如果你說一個人 突然間 會說另一種語言 那 我都解釋不到 是 但我暫時 只是 聽過別人 相傳有些事情 我親眼沒見過 所以我都 會保留 這個 我信不信 我都是要親自見過 如果你說突然間有一個人 有一個外國人 不懂廣東話 突然間說廣東話 很流利 可能我會相信 如果你有一個這樣的人 在我面前 對 但沒見過 暫時 這個問題的答案 留給網友自己想想 對 今集就差不多 對 今集就完結了 下一集就 下一集會繼續上集的文明 如果大家覺得今集太短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對 在下面留言 如果不然 我們會繼續這個場地 試試看會不會 開心一點 對 會不會容易聽到 聽到落尾 好 拜拜